流离王子的愤怒 释迦族的最后 距今约2500年前 印度北部繁荣的居萨罗国都设位城 这里是王宫的里面 让我进去 不行 母亲 我求求你 拜托好吗 不准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准我拜访母后的故乡呢 请告诉我 争执的是此国的王妃与王子 琉璃王子 他受到王妃强烈的反对 向伯王波斯逆投诉 父王 我外公 真的是世家族的长老吗 那还用说吗 他是协同高贵的世家族中 家世最尊贵的摩克罗曼 就是你母后的父亲 父王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 而他也从来没有写信给我 或者送我东西 说的也是 我觉得好寂寞 我好想去见一次爷爷 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也想亲眼看着母亲长大的故乡 夹皮罗未成 父王 求求你 请让我去夹皮罗未成吧 好吧 官网 官网 怎么了 你到底担心什么呢 没有 我只是担心旅途危险 那就这样吧 将军 是 你保护王子过去 对面 就让我军的总司令 论武功无人可以匹敌的 加罗将军亲自保护王子 这样你放心了吧 王妃 是 我放心了 我会替你准备很多的见面礼 明天下午就可以去了 王子 是 在 在 流离王子的快乐之后 王妃一个人 担心 不 王妃写信 联络 加皮罗未成 信上 是这么写着 王子要过去那边 请别让王子知道 过去的秘密 拜托大家了 隔天 离开王宫的琉璃王子 经过摄卫城郊外的奇缘惊涉 师尊 这是师尊与众弟子居住之地 此时 师尊正向众人说法 你要出去吗 是 我要去加皮罗未成 我要去拜访外公 还有亲戚 我记得您也是加皮罗未成 出生的人吧 听说您是那里的王子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很久没见过摩赫罗曼长老了 请你带我向他问好 路上小心点 是 告辞 是一位很坦直爽快的王子 坦直的树容易褶断 而且他性情太过激烈 希望王子以后不要发生不好的事情 屈兵王子 加皮罗未快到了 终于 王子一行人抵达了加皮罗未成 以摩克罗曼为首 由世家族的长老们出来迎接 可是 您就是外公吗 王子吗 我是您的孙子 我终于见到您了 来得好 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请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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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低头 怎么都没有人回礼呢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请告诉我 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身份高的长老 所以他们不习惯像年幼的人来低头 那么年轻人都在哪里呢 我一直很期待跟自己童年的表兄弟见面 你来的时候不对 正好他们出去乡下玩了 出去 明知道我会来 他们还出去 总而言之 先休息吧 对面背好了酒席 他。。。 能量 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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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去了 好 这些都是屋里的家伙 一点都不好玩 太可恶了 你说得非常对 好脏好脏 快洗干净 快 都被奴隶女人生的儿子给做脏了 那王子是奴隶女人的儿子 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年轻人会去乡下 也是为了避免跟奴隶接触 这你都不懂 可恶 王子请自制 我听到那种话 我能够做事不管吗 这可能不是开玩笑的话 什么 等我们回国以后再去请问王后吧 到时候看看再怎么样处理 好 可恶 就算我是奴隶女人的儿子 却也是绝杀罗国的王子 居然这样羞辱我 这种耻辱 有一天我一定要讨回来 到底是怎么样母后 告诉她这不是真的 快说 是真的 母亲和我都是奴隶的身份 你说什么 王妃终于道出了过去的秘密 波斯逆王还年轻的时候 征服诸国意气风发 她想要迎娶身份最高的公主 而向席统高贵的释迦族 命令送出身份最高的公主 释迦族的长老们非常的烦恼 因为把公主嫁给非民门的波斯逆王 会误会了高贵的协同 可是也无法违背国王的命令 那么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摩克罗曼想出了一个策略了 她和奴隶生有一个女儿 于是就把那个女儿嫁出去 那个奴隶女儿叫做摩里香 是个国色天香的美女 长老们非常的高兴大为赞成 把华衣穿上摩里香的身上 嫁去居萨罗国 波斯逆王一眼就爱上了这个美女 让摩里香当王妃 之后也非常宠爱这个王妃 你骗了我 你骗我 可恶的是家族 还有你也是 你以那张美丽的脸孔背叛我 长久以来一直嘲笑我跟我的国民 请原谅我 国王 不可原谅 你们已经不是王妃和王子 给我恢复原来的身份 住进奴隶小屋 明天开始变成奴隶 完成每日的工作 我怎么样都可以 只有王子 我能如何请原谅他 不要啰嗦了 王子没有罪啊 放开 奴隶的儿子就是奴隶 父王 将军 把他们给我带出去 哦 怎么了 快带出去 遵命 父王 住口 不准你叫我父亲 落入奴隶身份的王子和王妃 隔天就被强迫和其他的奴隶一起工作 为什么只有我遇上这种事呢 一切都是世家族 还有父亲的错 我不再认他是我的父亲了 给我等着瞧 将军 别出声 老实说 我对国王也有恨 你要知道 我的叔叔根本就没有罪 而是被国王冤枉杀死的 国王他是一个无情的人 王子你太可怜了 所以我一定要让你登上王位 请你尽量忍耐 忍到你那天为止 我知道了 拜托你了 这时 因病在齐园休息的世尊 为王妃和王子的遭遇而痛心 世家族的做法有错 可是 波斯逆王的做法也不见得对 居然过于在意身份 疏远自己的妻子和亲生子 这是一件多愚蠢的事啊 世尊的话传入了波斯逆王的耳中 波斯逆王才决定把王妃王子 恢复原来的身份 可是国王的心结并没有真正的解开 那么我可以像以前一样称呼您为父亲吗 请回答我 将军和王子约定的那一天比预想的更早到来 停下来 回王宫去 把门关起来 干什么 把门打开 国王回来了 你已经不是国王了 别开玩笑了 亲王就是他 王子 我不取你的性命 随便你要去哪里 不孝子 你这是在对父亲说话吗 哼 不准称呼你父亲 这句话可是你讲的 你给我记住 我不会放过你的 波斯逆王快马加鞭 赶去遥远的摩羯陀国 他想向侄子阿瑟士王求援 可是 路途遥远 连可靠的马都失去国王 当他到达摩羯陀首都 王社城时已经是深夜了 王社城全体由城墙围住 到了夜晚 所有的城门都关起来 打开门 我是波斯逆王 居萨罗国的国王来了 打开 拜托 精疲力尽的波斯逆王 当夜就在王社城门前断气了 就这样成为居萨罗国新支配者的琉璃王 他想要一系在世家族所受到的耻辱 于是他集合了全国的军队 现在要攻向佳皮罗外城 要给那些屋里的世家族知道我的厉害 咳咳 怎么了将军 你怎么一脸不高兴的表情啊 这个时候了还有什么好讲的啊 其实我的想法我早就表达过了 新王登基不久就举战 这实在是太仓促太快了 你不高兴的话可以自己留下 不可以 指挥全军这是我的责任 接受国王命令 带动全军这是我的使命 那是当然的喽 好 走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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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要拯救世家族 可是世尊啊我 不能够让琉璃王的罪再击下去了 可是您的病还没有好啊 阿南 你的肩膀借我 是 可不可以 单身 你不能够放人 那就请他让路啊 师尊 这么热 你为什么坐在没有叶子的树下呢 为何不坐到那边的大树下呢 请别管我 这棵树是我亲族的树 没有比亲族的树更凉爽的树了 他是在讲世家族的事 他的目的可能是想以自己来保护自己最重要的亲族吧 那么我们就踩过去吧 师尊是集万名敬重于一身的圣人 伤到他之后我们将永远会被人们唾弃的 撤退 撤退 可是琉璃王并没有因此而死心 琉璃王他选了别的日子 这次特别大清早的就率军出去 他心想这么早出发 师尊就来不及阻止了吧 要不要踩手 去 来不及阻止 去 好 撤退 好 这一次绕远路 从北山口过去 世尊他已经生病了 那么险峻的路他绝对不可能爬上去的 住手 又来了 世尊他老了 世家族对你而言也是你的亲祖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摩克罗曼是你的外公 领军杀死他们 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孩子 母亲 我 王子 请原谅属下再次谏言 世家族是我们的忠实友邦 把他们秘族了 就没有国家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了 友邦 快洗干净啊 都被奴隶女人的儿子给做脏了 奴隶女人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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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是什么亲祖啊 他算是什么外公啊 全部杀光 一消不掉这口气 世家族的家伙 我统统要杀掉 一个也不留 王子 这有时代 动口 下一次 如果说你再提这件事 即使是将军 母亲 我都不会留情的 一刀杀掉 知道吗 听清楚了吧 好 居然有这种事 这 到此为止了 王子请放弃吧 这 进攻 国王 进攻 该扶他当国王的 可是现在已经太迟了 进攻 是 你们是有伤吧 把城门关上 快点 快点 琉璃王的军队 攻入加皮罗卫城 世家族的人 下得四处逃窄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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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的事是我的错 我道歉 拜托你 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大家 我的孙子 好了 现在说什么都已经太迟了 无论如何都不放过 我要把你们全部杀光 至少这样吧 我潜入池塘 还没有浮起来的这段时间 请缠缓攻入 让城里的人逃出去 拜托你 拜托你好不好 求求你 最多不过是几分钟 他马上就可能憋不住气 而会浮起来的 好 我答应你 就让你进去 谢谢你 来 我干嘛 帮你 救命 走 奇怪 怎么这么久呢 你去查查看 是 他已经死在池底了 他为了怕身体浮起来 所以把头发绑在石头上 这样就不会浮起来了 他是想以生命换取更多人的逃命机会 他真是一个最有勇气的老人 被骗了 杀 一个也不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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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什么时候呢 阿南啊 我要去旅行了 这 这太勉强了吧 就因为人事是这个样子 我才要散播得救之道 直到最后一丝力气用剑 我要不断的说法下去 世尊 愤怒地失去理智 灭掉自己亲族的琉璃王 后来并没有得到慎重 据说琉璃王和他的军队 被大洪水给冲走了 而国事鼎盛的居萨罗国 后来也步上了世家族的后尘 消失在历史上